大家好 我是學渣 歡迎來到硬派90秒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是 很多人最近在討論的不使用濾紙的器材 也包括濾布 因為濾紙和濾布都可以說是一種耗材 因此我們今天就來探討 這些不使用濾紙或濾布的器材 有什麼樣的優點或缺點 那濾紙或濾布呢 搭配濾杯或是其他咖啡器材的時候 可以有效的把咖啡粉末擋住 並且讓咖啡順利的通過 因此達到過濾的效果 而濾紙和濾布也因為價格便宜 因此也成為目前的主流過濾的方式 而在清潔方面也是非常簡單 只要將濾紙連桶咖啡一起丟棄 就完成清潔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而不使用濾紙或濾布的器材 通常都會使用金屬酸食過後 有毛細孔的金屬濾網 或是使用毛細孔很小的精密陶瓷 用來代替濾紙和濾布 進行過濾的功能 而這種類型的過濾器材呢 因為它不是耗材 就必須要重複使用嘛 但往往就會有毛細孔 被咖啡細粉堵塞住的問題 一直在一段時間之後呢 勢必要使用清潔劑來進行深度清潔 否則往往就會有阻塞 會有殘留油耗味的問題 其實也是有它的麻煩度的好 畢竟它還是不如濾紙來得這麼簡單又乾淨 但在以環保的層面來說 不使用耗材呢 當然還是有它的優勢 但是不要忘記定期的保養 否則對你的咖啡品質會有很大的影響 另一方面 如果你的清潔做得很好的話 不使用濾紙的器材 由於它不吸附油脂和風味的材質 往往可以保留更多的油脂在咖啡中 讓你的風味更豐富更圓潤 甚至會有一種水滑的感覺 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觸覺感受 但相對呢 如果你器材它的孔隙較大 那油脂很豐富的同時呢 可能會有比較多的細粉 滲透到你的咖啡粉裡面 導致你的口感混濁不乾淨 這也是一個比較麻煩的問題 畢竟大家還是不太喜歡喝有沙沙口感的咖啡 因此可知 使用不使用濾紙的器材的時候 若是金屬濾網 建議購買兩層濾網以上的器材 一般一層濾網通常都不會太乾淨 但濾網的孔隙呢 也要適中 過大或過小呢 都會影響口感的乾淨度 總結一下 不需要用濾紙的器材呢 環保油脂感是主要的優點 用久了以後呢 需要深度清潔 細粉是主要的缺點 因此各位在選擇濾紙 或是不需要濾紙的器材時 還是要綜合考量 變成濾紙呢 還是很方便的 雖然要購買耗材 但是你可能一次購買個三四包 那你可以足夠你使用半年到一年 其實也是很方便 而且對於初學者來說呢 濾紙使用的難度 還是比較簡單一點點的厚 所以學長建議呢 相對於不使用濾紙的器材 更推薦濾紙更多一點點 好 那就今天硬派90秒全部內容 各位如果對金屬濾網等 不使用濾紙的耗材有疑問 可以在底下留言 學長會慢慢回答你 那如果你喜歡學長的影片 也請你分享給你的朋友 當然也要繼續訂閱學長的頻道喔 那我們硬派90秒 下次見囉 掰掰